近日 故宮奔馳女事件在大陸引起輿論熱議 一名大陸紅三代女子開豪車進故宮 隨後身份背景遭起底 兩名女子與一輛車牌號以經A8開頭的 奔馳G500黑色越野車 在故宮博物院閉館日停在了泰河廣場 陸小寶、LL新浪微博1月17號的發帖引發眾怒 故宮數年前就已禁止車輛進入 連法國總統奧朗德2013年4月26日參觀故宮時 都是在五門外下車 然後步行進入故宮 故宮雖然因此道歉 但未說明為何允許車輛進入 故宮奔馳女事件持續發酵 陸小寶、LL不斷被起底 其真名叫高禄、是紅三代 有人找出他之前的貼文 說自己是中共元老何常公的孫媳婦 中共前國家旅遊局長何光偉的兒媳 網友們還翻出了他此前在社交媒體上的 炫富豪宅、名車和千萬名表等貼文 週日此女再次在Instagram上炫富 顯示目前所在位置是美國賭城拉斯維加斯 網友認為此事反映中共政權設立的 所謂原則和標準在全市面前統統消失 更有網友直言要讓當局打響新年反腐第一槍 新唐人電視綜合報導